想尝尽点 多太欢呼 真口气 做个好青年 呀依 呀依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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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依 呀依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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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眼探光明 逆向寻真理 欢迎来到飞与网络培训 我是认鸟飞 这个课呢我们继续来锻炼一个尻尾 锻炼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循序渐进一点点加大难度 这个课呢我们来锻炼吃药尾 首先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搞几个药啊 然后我们到这个 我刚才已经是把我们自己的烊添解释了 首先越 picked up 踢到这个圣的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来找一下吃药高 那现在也其实也是一样啊 我们选择钓的高了由我来选择 你们锻炼几个之后呢 在自自再来自有的选择 因为还有几个支点 你们还是没有碰过的 比如什么结构体的呀 之类的 我们首先在这里下断 然后吃一个药 吃药以后它会断一下 断一下我们Ctrl GF9 把我们经过的这几个 这都是之前课程标注过的 肯定就不是什么吃药卡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到K里面去找 然后这三层肯定是不对的 再往后面可以这些都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这也是可以的 Ctrl GF9 当然这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可以的 这已经被我备注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颗就掉这个Ctrl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干嘛 先找到这个Ctrl来验证一下 它是否是吃药 这是第一步对吧 先下断 现在这个Ctrl下断 下断以后到游戏里面去走路 喊话 随便的做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发包的动作 比如说在什么Table选怪 选怪 选怪 都不断 但我们吃药 它断下了 并且我们运行之后它不再断 就说明断且只断一次 那确定这个什么吃药Ctrl 当然吃药Ctrl不止这一层 还有其他的对吧 我们先不管 先确定这一个 找到吃药Ctrl之后呢 我们第二步呢 就要对这个Ctrl进行一个分析 进行一个分析 分析呢 怎么分析呢 首先我们说 先来看看它几个参数 对吧 几个参数 这个Ctrl稍微有一点特别 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锻炼的这一种形式啊 现在这里面下断 然后呢吃药 吃药以后啊 我们说看它有几个参数 我们怎么说的呢 刚开始是说 看上面有几个push 对吧 但是你其实 网上看几个push 有的时候是很难判断的 比如说这个Ctrl 这上面还有个Ctrl 看上去像没有push 对吧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Ctrl忽略呢 这有两个push 你要把这个Ctrl忽略呢 这还有push 到底是几个push 是不是啊 我们说 其实我们通过屏占的方式来看的 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屏占的方式来看 怎么看 要不然是内屏占 要不然是外屏占 外屏占 下面会有一个add est加多少 下面没有 对吧 那我们猜它应该是内屏占 双击一下 之后.f8 看它有什么改变啊 它加了几啊 加了8 加了8 说明什么 说明有两个参数 好 esp加8 因为一个参数是4加4 对吧 说明有两个参数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 基本上呢 分析出来它的一个参数的数量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分析参数数量之后呢 就知道应该是这两个push 对吧 从上面数的这两个push 那另外呢 我们还要知道什么 ecx的值 好 注意一下ecx的值 那ecx的值来源于哪里啊 来源于eax eax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这个call 进call来分析一下 发现它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 基地值加uc加28 也就是我们人物的那个便宜表达式 对吧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写出来啊 00d0df1c加上uc加上28 这是我们的什么ecx 那实际情况下呢 这上面我们说 刚开始看的时候 像是这个call中间还隔着一个call 好像是这两个猜数 好像是跟这个call有关系的 好像这个call像没有猜数 那实际情况下 我们发现这个call不过就是三句 偏移表达式的一个什么折叠而已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call直接忽略了 它就是来给我们ecx进行复值的 这样子看起来呢 如果把这个call去掉 换成这三句代码 你看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因为两个push嘛 两个push加上一个call 正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些分析完毕之后呢 我还分析一下我们的参数是什么含义 对吧 这个是0是个常量 当然就不用分析了 那这个edx是什么 什么东西呢 我们下段看edx 首先我们先吃药 看edx是一个啥东西 是5 是5 那如果说我们这里面有多种药的话 就更好了 就有两种药 吃一种药呢 我们可能来回都吃一种药 不容易去判断它到底怎么采用变化 但如果说吃两种药的话 可能就会有变化了 吃蓝药 蓝药是几样 是6 红药是5 蓝药是6 我们来观察一下5跟6 它俩差了1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在这里简单看一下 应该是知道是位置的关系 我们数一数第几个格子 123456 红药是第6个格子 那蓝药是第7个格子 但是第6格子是5 第7个格子是6 是因为什么呢 世界家里面呢 把第1个一般情况下都是当成0 比如说第1个格子是0 然后第2个1 第3个2 一直到第6格子是5 第6 第7个格子是6 对吧 是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地方实际情况下 是代表着格子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参数跟car 还有这些ecx都分析完毕了 其实我们这个car就可以调用了 可以调用了 我们首先呢 先拿代码猪器呢 来调用一下试一试啊 看看是否可以调用成功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抄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想吃红药 那么就应该是第6格子 那就是poss5 那就是poss5 对吧 然后呢 poss一个0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直接写这个moo 什么基地址 joc j28 都可以 但是大家还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我们知道这一句call 004facd0 它就是相当于什么 就是相当于那三句代码的折叠 而且这个call 它是没有任何参数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return 没有任何的值 后面没有跟任何的值 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后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发挥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知道这个call 实际情况下 它是没有参数的call 所以说你不用分析任何的东西 只用知道这个call 是这三句代码的折叠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抄下来了 那你这句代码实际情况下 是给哪个寄存器复制 就给ex复制 对吧 它就相当于给ex复制 然后呢 我们有了ex 把eax传递给我们ecx 我们的这两句代码 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ecx 复制成gd-c-28了 是法万整整这样的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不写这两句代码 直接把这三句代码抄下来 对吧 那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说呢 在这个call中呢 其实我们想掉这个call的时候 别的call也是可以掉起来 辅助我们去读取其他数据的 然后有了这个值之后 我们在call00491c50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第一步写我们的call 然后呢 取ecx 只是这个ecx 跟我们之前不同的区别是 它可以通过一个call来帮我们去 另外就是两个push 而且我们的整个这个是对战平衡的 它是有addesp加8的 其实在这里面return后面也可以看到 它应该是跟个8 对吧 跟个8 有return的位置都是跟个8 这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调用一下这个call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代码是否成功 注入一下 没有成功 因为我们没有附加 调用一下 659 因为现在是这个游戏是你切出来 它画面不动 切回去应该是变成658 看对不对 658 再吃一个 657 没任何问题 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个call呢 就分析完毕 并且调用成功了 在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是我们在调call的时候 它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call 那可能是就是为了帮我们取值 或者是之类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它也写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你在写它的时候也要注意 它有没有参数 这个call很明显没有参数 它也不需要ECX值 因为我们这三句代码跟ECX值没有关系 这ECX值值 字节就被覆盖了 如果你现在需要ECX值 它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啊 比如说你现在ECX值给它负一个值 它读到EX 再加LC又给ECX覆盖了 所以说这个call是什么东西都不需要的一个call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件事啊 在我们写代码项目的时候 写真正项目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调用这样的call吗 调用这样的call吗 它需要传递的参数是什么呀 一个是零 一个是位置 我们不可能调用这样的call 那我们可能说 我们写完的这个辅助啊 或者是写完的一些什么东西 把这个药品放到固定的位置 然后每次吃都要固定的位置吃吗 不可能 所以说在我们真正写项目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不会用有这样参数的一个call 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参数呢 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指 比如说物品的一个ID 或者物品的一个名字 来确定我们要吃的是这个什么 活血丸或者什么 而不是说通过这个位置来吃 当然我们现在呢 学习只是为了能够调call成功 到后面呢 我们慢慢再去每次写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性的选择我们 真正最完善的或者是 最这个科学的那个call 和那个参数来调用 这里面呢 大家知道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只是供我们来学习 当我们真正去写项目的时候 不可能运用这样的call 这层call是一个不太好的参数 传递一个位置不是很好 然后呢 那我们也再来锻炼一下 把这个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call我们用代码 用这个内量汇编给它写出来 因为刚开始呢 我们刚开始学内量汇编 多写几个 总是好一些的 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呢 加一个按钮叫做吃要call 叫做吃要call 在哪呢 双击跳到这个代码的这个位置来 那回头呢 我们代码肯定不能都写在这个 这个mfc的这个里面 肯定会写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del里面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这个代码全扔过来 第一件事什么 然后中括号 打完中括号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直接扔到里面去 这是第一件事 对吧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代码 要给它先把它转成 把16进制先搞清 对吧 所有的这个里面全加上0x 0等5 由于它是小于这个10的 所以说我们不用管 第二步玩事 第三步干嘛 进行一个修改 有一定区别的修改 比如说这个call 立即数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movdx 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能说 那我call的时候 可以用ex e4x edx 你用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感觉不去破坏它就可以了 不去破坏它就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说用ex就可以了 因为call前的ex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用的 在这里面也是一样 ex 正常你就写ex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当然不绝对 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然后生成代码之后我们去调用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调用成功 能够调用成功呢 也就说明我们现在写内联汇编 还是掌握的差不多了 写完的代码 写完的在这里 复制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注入 注入 有od附加的时候就是会稍微卡一点 没有办法 注入 其实无论从读内存写内存 还是说写内联汇编这一方面 世界家都是比语言简单的 只是说有一些 世界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要接触到一些英文 新手学员可能会比较烦 对吧 但是你只要过了这几天 你会发现后面其实比 比这个 我们先吃药吧 吃药成功了 对吧 实际情况下呢 世界家并不是非常复杂的 也就是说建议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全部的用世界家来编写 预言的话 后期可能会比较麻烦 无论说是 你后面写这个 手游辅助的时候 还是说做其他项目的时候 还是说 后面的这个效率 检测等等 都是实际上更好一些 当然 也不罚这种 新手学员 就是说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你可以前期先用语言写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客下呢 再来问我 公众号 任鸟飞逆向 我的句号 二二一六七一个九 那这一课呢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不老 我觉得古人设计词语的时候 很不严谨 怎么可能呢 中国文化多大精神 每一个词语都是有道理的 客栈这个词代表的是酒店 对 你给我解释解释 客代表的是出行在外的客人 站代表的是临时住宿的地方 这有什么问题吗 给外出的人临时住宿是没错 动手 动手 Mhm 均